持续的关心美国非裔青年布朗遭到枪击案 警员威尔逊日前获得不起诉的裁决之后 引发了多地的大型示威 总统欧巴马希望群众和警方都必须自我克制 还包括了比亚西、小皇帝詹姆斯等多位非裔名人 也都表示关注 后来布朗的父母也出面受访 控诉制度不公 打破沉默 麦克·布朗的父母上电视受访 对白人警察威尔逊在电视上坚称 是受到威胁才开枪 他们批评这是伤害后的在这羞辱 respect is definitely at the core and we deserve equal amount of respect and we're not getting that and that was all that we wanted was equality for what happened to our son and I think it's very unfair and I'm just like I never knew that this is how things would go this is how things operated that the system could fail you so much 布朗案抗议示威进入第三天 洛杉矶至少有200名抗议者 由于挡住主要道路被逮捕 而其他城市像是纽约、波士顿、 达拉斯、亚特兰大等都有抗议活动 这波抗议潮还延烧到英国 数百名抗议者到英国国会前 大声谴责裁决 随后也在美国大使馆前抗议 著名歌手歌坛天后 布朗斯在Instagram 转贴布朗家人的声明 表示对于不起诉感到失望 但呼吁大家将愤怒 转为改变的力量 NBA球星大地詹姆斯 在Instagram发布一张图片 内容是两名黑人搭肩 走向象征天堂的光明处的背影 一人是布朗 另一人则是2012年 遭白人社区巡守队员 枪杀的黑人少年马丁 另外球星布莱恩和魔术强森 也对布朗案判决不满 新唐人电视国界新闻部编译 孙布莱恩和魔术强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